好羨慕喔,我可以買V11 買車子,買手機,都花的下去啊 打流感疫苗的習慣 但是我沒有 趕快變了嗎 兩人上去要拍照相機先吃 1點半,禮拜六 今天有一個朋友會來面膠東西 好,晚安 禮拜六下午5點 我今天比較晚到辦公室 1點多才來 今天主要是來 跟一個胡仙面膠 一個Smart Controller 就這個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目前是缺貨中 要的話特別訂 我用了幾次啊 是真的很方便 我今天本來跟他約是想說 如果他想要實際看操作的話 我們可以約到合併 但是因為他來的時間比較晚 然後昨天在剪影片啊 剪那個 應該是前天吧 就是我Iron加V11的影片 就是我覺得那個 蠻有趣的 租車的那個過程 但是租車讓我比較苦惱的地方是 塞車 我打算是 坐火車 坐火車 到暖暖 然後暖暖之後呢 我第一個目標 是先去五分三 的雷達站 然後到五分三雷達站之後呢 再去 那個 不厭亭 然後不厭亭之後 再去九份 老街 然後就可以到什麼 黃金博物館啊 再往北 會可以到 那個 陰陽海那邊 那那裡有一個 有一個 view是 剛好那個路 直接對到陰陽海的 那個出海口 從 一個角度拍下去 會有點像灌籃高手 的那個景 只差在說 沒有火車經過 那這我預估可能 最少要半天的時間 最少 所以可能 我在想 可能早一天 甚至是 一早 從我們家就去 松山車站坐車 坐到暖暖 然後開始這樣子繞 那預計大概是下午 差不多四點多 四五點這樣回來 這樣也是一天 對 那我正在規劃這個的時候 那個 我的那個朋友李鼎 他就跟我約說 下禮拜 洛宇松 的季節又到了 要約我去那個 桃園巴德 我說 好可以 可以 以前像 這類的 月啊我通常會說 啊不好 可是我現在大部分都會答應 因為我覺得 時間看自己去 去拿捏 我可以調整時間 那目前下個禮拜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那個 台銘他們代理的 菲律普的 燈具 那至於去 應該是禮拜二 禮拜二他們有個發表會 對我會去 那至於發表的內容是什麼 不知道 在南港展覽館 十五樓 對 去看才知道 所以下禮拜大概就是這些事情 然後 我最近那個 讀輪的課程 欸 該結業都結業了 目前只剩幾個 明天 有一個呂先生 會來上第三堂 然後還有一個王先生 不一定 也許會一起上 明天 這兩天的新聞 我是今天才注意到 先講昨天好了 昨天好像iPhone12 可以預購有沒有 我看昨天FB上面 晚上 八點鐘 開始很多朋友開始貼 然後 我就覺得現象蠻有趣的 我在開玩笑說 如果只是想要那個 預購到 然後趕快把訂單 PO上去的那個感覺的話 其實 你看人家PO的時候 你就把它抓過來貼上去 感覺是一模一樣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我講的意思 因為有些人其實真的沒有 那麼迫切需要換手機 對啊 反正我在觀察這種現象 然後還有些人會 嗯 會些人家可以換手機 或可以買這個買那個 可是其實 其實自己並不是沒有錢 並不是沒有錢 沒有錢沒有能力買 但是人就是很奇怪 明明你就有能力可以買 可是你又會羨慕人家買 買東西 像有時候我滑獨輪 獨輪 像V11好了 有些朋友說 喔 好羨慕喔 可以買V11 可是 你的錢拿去買車子耶 買車子 買手機 都花得下去啊 可是叫你買獨輪 你可能就 喔 好羨慕喔 有沒有 這我之前有講過 這是完全是你個人的價值觀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也不用羨慕別人 你先看看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 你如果有那個能力 那只是在於說你要或不要嗎 對啊 你如果要一定就會想辦法去買 如果你覺得沒有那麼需要 你就會覺得我羨慕人家 那另外一個就是流感疫苗 其實秋冬到了很多人都擔心會得流感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打流感疫苗的習慣 我們家有 但是我沒有 就是我老婆會打 那因為我老婆姐姐是護士的關係 所以他有時候會自費 從醫院買疫苗回來幫小孩子打 我們家兒子女兒會打 我老婆也會打 但是我就是 我就跟他們講說我不用 那原因是因為我都到這個歲數了 我幾乎沒有打過疫苗 就是感冒方面的流感的 我沒有打過 那我也沒有得過 我沒有打過 我也沒有得過 反而是他們打了疫苗之後 像我老婆有時候打了疫苗 反而會發燒 那那個是正常的 有些人說那是正常的疫苗的反應 可是就變成本來好好的你打下去 就反而讓你自己不舒服 而且流感那麼多型啊 你打了A疫苗 你有可能會得B流感 這個是很難猜得對 現在流感 我猜現在流感是什麼樣的病毒在流行 可是你那是猜 不見得就是對 所以我覺得跟我們在預防那個肺炎 武漢肺炎一樣 都是衛生習慣清洗手 如果到公共場合吃東西之前就洗洗手 尤其像我們現在又有戴口罩 所以照理說啦 你得流感的機會會更低 那我會提這個是因為有些人在抱怨啊 流感打不到啊 為什麼一堆人家去搶那個打那個免費的疫苗 我覺得打針這種東西有必要搶 有必要搶 如果你沒有去打那個疫苗的話 你就注意一下自己衛生習慣就好了 其實你真的要去傳染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 而且 當大家都有打的時候 你就安全了 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衛生習慣 基本上不太會被感染 不太會被感染 所以我覺得有打很好啦 沒有打也不要太太生氣 我看那個有些人的嘴臉 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嘴臉 好像一副國家欠他的 沒有打到就怎麼樣 會死掉一樣 你打了也不見得會中 就是說中了你打了 搞不好你根本不會遇到 只是你多打那一秒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我打了我心安啊 OK啊 fine 你如果要這樣子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那我只是說我的想法 我覺得有打也好 沒有打也罷 你如果沒有打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還有就是很多會得到流感 大部分都是你的免疫力不好 抵抗力弱 抵抗力跟免疫力 跟你的飲食還有運動 睡眠都有關係 所以你自己的睡眠要正常 要規律的運動 我覺得就好 對你們有沒有發現後面的背景 燈會變有沒有 對 這個是洋蔥工廠他們出的 一組小的情境燈 小的情境燈 它有兩種規格 一種是白燈黃燈變換 一個是RGB變換的 現在在後面的洞有沒有 這個我會拍簡單的開箱影片 簡單的 對 我覺得蠻好用的 像那個美國王招今天在影片下面留言 就說後面那個燈 有催眠的效果 蠻有趣的 好這個我會開開箱 好吧今天就這樣 我要趕回去準備吃飯 禮拜六你們看影片禮拜一 祝你們上班愉快 沒有 相機先吃吧 第五 Starbucks GEMA